凌晨三点多 两男两女下楼梯 没想到其中一名戴眼镜的男子 伸长手按邻居家的门铃按个不停 时间回推两天前 晚上十点多 有三名男子上楼 其中两人也是没事 就突然按邻居家的门铃 按得还快跑 画面全都被录下来 就是这种啾啾啾的鸟叫声门铃 在夜深人静时响起 让人气炸了 事发在台中大理新生路 这里一带都是老旧公寓 一旦有人按邻 整层楼都听得见 相当扰民 年轻人半夜不睡 恶作剧按门铃 这可不单纯只是好玩 因为警方说如此行径 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假使监获报案 一定会罚 记者黄祥父王世涵 台中采访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